围村是以前同一家族为了自保 外围以围墙保护的传统村落 位于狮子山最道附近的增大屋 是目前保存最好的围村之一 范围广阔 围村内可容纳99户人家 外墙坚固并设有碉堡及眺望台 可以用来防御 围村内可容纳99户人家 据说建立增大屋的增氏一族 在清朝的时候曾经担任官职 之后因为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而新建围村 至今将近150年的历史 也因为如此 增大屋不仅有围村的坚固 更有官府的气派 特殊的围村景观 让人流连忘返 同学中的围村 从而复一都过去的